无线CarLife的转换盒子 这台车机自带的CarLife呢是有线版本的 只能通过数据线去连接手机 现在我们只需要增加一个USB盒子 就可以把它转换成无线了 这个盒子呢我们先把数据线连接在一起 然后呢把这个盒子插到原车机的USB 正常呢它就会识别到这个盒子了 以后我们通过手机 在连接的时候我们要把蓝牙和WiFi 同时打开的状态 以后我们打开这个百度的CarLifeAPP 正常情况呢它就可以自动的无线连接了 手机不需要任何的操作 然后下次开车的话 它也可以无线的连接 但是呢开车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CarLifeAPP打开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连上这个无线CarLife了 我们可以播放音乐 音量 然后呢转换之后呢我们是支持这个方控调节的 音量 下一曲 上一曲 都是没问题的 以音按键 长按天气 打航到深圳机场 请选择第几个 第一个 第一个 准备出发 好了马上就可以 停车19公里 途径深海高速 OK分平一了 领航一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